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闲聊10分钟的 闲聊10分钟的 最近咱们各自家里面有小孩的家长 一定要非常的仔细 尽量去少去人比较聚集的地方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聚集的地方 尽量都不要去 真的都不要去 为什么呢 我们家的小孩输业到今天为止 已经输了大概有12天左右了 12天左右了 它就是混合性感染的这种肺炎 加上发烧 当时就是刚刚开始的前两天 它就是发热 但是它精神状态非常正常 就是嘻嘻哈哈的在家里面都没啥事 估计可能就是在幼儿园 在幼儿园被传染的 体温是38度多 不到39 38度之上39度之下 前两天发烧的时候 家里面就想着 因为那会儿就是这个 支援体的肺炎啊 就已经蛮多的了 但是具体呢 就我家人也是看着这个国内的新闻在报 包括可能朋友圈啊 各方面也在说这个事儿啊 就想着尽量别去医院啊 因为能吃药或者怎么样 就稍微好一些 就给他吃了这个退烧药和这种感冒药 因为当时在就是咱们国内那个口罩那个事情解禁那会儿的时候就有大量的爆发嘛 我当时就给他寄了一些那个小孩的一些退烧药啊 大人吃了退烧药回去 家里面就有就给小孩吃了这个退烧药 结果呢他是吃下去之后啊 他那个烧呢就退下来了 退下来之后呢 但是到了晚上啊 他的这个半夜的时候 他的这个温度又会上去 又会上去 但是白天呢 他精神状态又特别好 当时就就是开始发烧 就没让他再上幼儿园了 没让他上幼儿园了 因为肯定也是在幼儿园传染的 因为他们当时幼儿园每天都有小孩在请假 在请假 就是老师也会说 如果就是有这个发热的 或者家里面有人发烧的 就不要让小孩再去幼儿园了 避免这个传染 然后呢 他就就没去 完事了之后呢 两天这两天都是吃退烧药 吃了就下去 晚上又会发烧 白天这个药效过了以后也会烧 最后就还是去的医院 我就跟他说最好还是去医院 去了医院呢 真的就是人山人海 我就是儿科啊 儿科就真的是人山人海 我们家是在四川 在四川 在卢州 四川卢州 大家知道那个卢州老叫 是吧 在四川卢州 我们家孩子在四川卢州 到了那个医院以后呢 排队排号排多少不知道 我媳妇说可能有个七八十 肯定是有 但是我之前看那个推特 大家在报 因为国内的这个新闻平台 我基本上说实话 我基本上真的不怎么看 就在推特上面看呢 我看各个网友在报这些消息 我看北京排号要排到差不多 一千多八百多的这个号了 我当时还挺担心的 结果我媳妇说反正排的人也挺多的 但是呢就是没有床位 当天就排队就看上了 但是没有床位 我们家小孩从开始输液到现在呢 一直就是在那个医院儿科的那个走廊上面 他走廊上面不是有那个 等待就诊的那个座位吗 有铁的椅子 他把那个每个椅子上面都挂了一个号码 我们家是第九十号 就是在第九十个床位来进行输液 那个床位实际上就是一个凳子 就是外面的那个过道上的凳子 他就没有床位一直在那输 我们家孩子是每天早晨上午输一次 中午输一次 晚上输一次 因为小孩的那个液体的量是比较少的 他就要分成三次来输 晚上那一次呢 输完了之后要做这个物化 就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输液输到第四天 还是第几天的时候 差不多第四天的时候 症状呢就完全没有了 但是这个医生就说肺炎的这个症状 因为他当时到了医院以后 就马上就拍了这个CT 拍了CT之后呢 就肺部上面有这种 有这种白色的阴影 就说是肺炎 但是检测这个致源体呢 它是没有的 是正常的 只是普通的这个病毒合并性的这种 发烧和肺炎 就输液输了三四天 就好了 就好了 但是医生就说 还是有肺炎的症状了嘛 拍片子看出来了 就还是要输个两个星期 输两个星期 现在呢已经是第12天还是第13天了 12天还是第13天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一直就没有床位 一直就在外面疏 不过也想着 小孩嘛 他的这个输液的时间短 输一次的话 就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就输完了 输完就回家 也就无所谓了 这个陆陆续续呢 我媳妇跟我说 医院这个新进来的小孩 真的是数量蛮高的 数量真的蛮高的 好多都是这个支援体 然后还有一些 就像我们家这种一样 就是这个合并性的这种肺炎 数量蛮多 所以这块一定要大家注意 就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在日本这边 好像看的他们的新闻 或者是 就是一些公共卫生的一些平台 好像还没有报道 有这种就是大面积的这种 因为换季 或者是因为秋季到冬季的 这样一个温度的问题 导致了这种小孩 大规模的这种 这种得病的情况 好像还没有 据我了解的是没有 因为我小孩发病了以后 我也查了一下 日本这边的情况 他们这边还没有这个情况 往年好像也没有 因为现在说到 现在就可以谈 疫情的这个问题了 就大家聊聊 因为这个事现在已经过了 过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了 我当时来日本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 我工作调动的签证下来以后 当时日本也是封国了 日本封国封了半年 所以那半年的话 我一直就 本来正常计划是要过来 但是没过来 然后日本的封国的 那个政策解禁以后 解禁了以后 他就是说工作签证的就可以过来了 但是他的旅行签证还是没有开放的 就这都是两年多以前 三年快三年前了吧 当时我就过来了 当时我疫情到了日本之后 这边就跟那边 咱们国内就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事情我今天才能说 以前疫情的时候 我说过打疫苗的事 和他们我拍过一些视频 就是街上戴口罩的一些情况 但是当时更多的一些事 是不能说的 是吧 不能说的 现在跟大家聊聊 其实我到了日本之后 他们这其实我感觉 当时疫情是正爆发的高峰期的时候 其实我感觉他们这 没有太多的一些特别在意的事情 他们这都是自愿的去做检查 就是如果你有发热症状 或者嗓子疼 你就到医院去 到医院去 医生会给你做核酸 但是日本他们做核酸 跟那么中国不一样 日本他们做核酸是捅鼻子 是捅鼻子的 然后核酸是要花钱的 当然他们医保可以给你报销掉 就是做这个 然后做完之后 如果你是得了这个病确诊了 那么你就在家休息 你就在家休息 然后他们国家会给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 那种补贴的一个政策 它是给到这种你上班的机构 会有一个支持 就是你的工资暂时不受影响 然后完了之后 日本它也有隔离 他们隔离的话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 当时就是日本当时隔离的时候 因为他们每个都县 各方面他们都是独立的 它有点类似于像那种 像那种联邦制的那种概念一样 就是每个地方的政府 它是独立的 有点那种性质 所以说当时就是 像我长野县的那个地方 它就自己租了一些酒店 政府租的 你愿意进去隔离 你就隔离 隔离是不花钱 然后完了之后 它会给你配那个饭 但是好像隔离的话 最长的 它就只给你4天还是5天的时间 你到了点 你自己测核酸 它就不会有医护人员来给你测 你自己测 测出来之后没啥问题 就是它也自己测的话 你隔离的话 就是用试纸来测了 你没啥问题的话你就出来 然后你愿意到医院去复查 就复查 就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当时这边 我当时是感觉国内 因为当时国内咱们小区全都疯了 但是我在这边我就感觉挺自如的 然后还有个特别好玩的事 什么 就是当时日本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 它一天好像是好几万人感染的时候 因为日本它当时也在统计 那会感染最严重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到台厂去出差 正好我就到台厂去玩 当时我心里怎么想的 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就最安全的时候 我当时还一个人 正好出差 出完差之后 我在台厂还玩了两天 那会就是日本最严重最严重的时候 但是他们这边人还是比较自觉的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戴口罩 但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怎么戴了 但是现在他们日本国家 它有很多种花粉乱七八糟的 所以他们平常 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 还是会戴这个口罩 这个就是当时疫情的情况 然后后边 现在日本他们疫苗还在打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还打不打疫苗 就是我在搬家之前的前一个星期 我收到了第5针的疫苗的通知单 第五针的 是第五针 我看我打了三针 打了三针之后 我打了三针的辉瑞 打了三针的辉瑞之后 打了一针的莫达纳的二价疫苗 对 就是第五针 我打了四针 第五针又寄过来了 他们现在开始已经施打 第五针的新冠的疫苗了 他们第五针 第四针和第五针都是二价 二价啥概念呢 就是专门针对于奥米克戎的相当于 有点专门针对于奥米克戎的性质的 我当时看的第四针 那个单子上就写的 就是他因为他是mRNA 他调整过他的 他是基因打印出来的 他调整过相关的这些东西 可能就是专门针对奥米克戎 现在打第五针了 但第五针我就没打了 我觉得没啥事 我觉得没啥事 当时我上班的时候 就我们同事都是有感染的 但是大家都在一起共试 都一起共试 只是戴口罩 注意隔离 注意就是保持距离 可能我也感染过 但是可能我没症状 反正我一直我也没有感冒过 后面所以第五针就没有打了 但是现在国内 现在小孩的情况 大家还是真的一定要注意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什么 非常磨人 你看现在他我小孩现在输液 就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那家长就得一直陪着 家长就得一直陪着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小孩得了这个病以后 我媳妇也被传染了 然后我妈也被传染了 因为我妈就过来帮着照顾一下 我妈也传染了 现在一家三口人俩感冒 都是嗓子疼不舒服 在吃药 小孩输液 就这么豁了 在这锅里边 就这么一直折腾 然后现在他是可能三天 还要输两天 这个周的周六 这个周的周六 他就是再去复查一下CT 当时我还跟他说 因为我正好就工作 会接触到这样一些东西 我跟他说 我说你小孩CT 你跟医生去确认一下 就要把剂量调低 当然这个肯定医生就知道 我只是跟我媳妇提了那么一嘴 他说他问过医生了 小孩CT是把剂量调低的 然后他是星期六 去复查一下肺部 如果没查问题的话 就不输了 他现在你看我小孩的手 左手是换了三次针 右手是换过两次 他打的是刘志 每次换针的时候 前两次换针的时候还哭 后面的话 他也懂事 也就知道了 就没哭 所以就是真的 小孩得病还是挺磨人的 你家长就得一直陪着 是吧 然后现在就想 就是这个病 如果好了之后 不是一旦好了 马上就好了 好了之后 就不再让他去幼儿园了 不让他去幼儿园了 在家里面可能待个把月 也就马上就放寒假了 正好我可能12月或者1月份 我现在具体的时间没有定 我到时候要回去 回去以后 在家陪他们一段时间 把这东西收一收 就准备把他们就接过来了 所以今天录这个视频 就闲聊几句 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 真的一定要注意 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些阴谋论的东西 我觉得倒不必上心 就我看有人说什么 什么什么上海复旦大学 什么又把这个什么基因图谱 就是泄露了 或者什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之前测的核酸 又怎么把这些数据采集了 又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觉得这些阴谋论的东西 其实不太可信 不太可信 这里边有一些是怎么讲 有一些人有目的 或者有一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这种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心态 去应对这个事情 咱们中国的城市 你像跟我在日本的城市 就我觉得区别蛮大的 就咱们中国的城市 按照居住人口来说的话 它的城市体量其实是不大的 就是大多数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你像咱们一个小区 大点的小区可能住上万人 是吧 你像在日本的话 它就没有这种形式的一个 聚集的一个居住区 像口罩的时候是吧 两个白大褂只能管你几万个人 你话都不敢说一句 就在日本的话 它就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 它避免了很多的一些交叉感染的情况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现在 大面积爆发的一个原因 是吧 大面积爆发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 自己小孩得了病以后 尽量的还是减少去一些公共场所 去交叉感染给别人 我小孩得病以后 跟我媳妇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他有一次 他早上带小孩去吃早饭 另一个家长的小孩 得了叫什么来着 什么口来着 手足口还是什么 还在外面带小孩去吃面 而且他自己还说了这个事 我媳妇听到了 我当时就觉得挺担心的 大家知道 咱们国内的这些小面馆 你说公共卫生的这些筷子 碗 你说他洗的会有多干净吗 其实也不见得 是吧 当然别的国家可能也不干净 我们就只就说这个事 如果有这种传染性的话 你带小孩去吃这些饭 怎么样 真的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是吧 我觉得还是从自身做起 如果有这些病症 或怎么样 有传染性的 就尽量保持一个隔离 然后积极的进行治疗 家长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不要让小孩去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 真的挺烦人的 你看小孩扎那么多针 也挺不舒服的 是吧 好 今天就跟大家就闲聊这么几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